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百合,感谢关注 今天分享的文章是李小逸的一篇文章 女人的灵魂怎样才算有香气 一起来听 《灵魂有香气的女子》这本书已经出版五年 甚至成为一个热词和标签 很多人问我 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你写的女人们很多不仅不完美 还有各种缺点和槽点 哪算灵魂有香气 可是我原本就没有打算写完美的女人 或者我们谁又见过绝对完美的女人 1.给善良的天性安装防护网 我一直认同善良是女性的底色 可是我越来越认同善良既需要资本 也需要自保的能力 当张又怡的标签还是徐志摩的原配 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 金融家张家森和张家敖的二妹 侠使首富徐申如的儿媳妇时 她刻尽本分非常善良 陪着婆婆终日不出门 在后院纳鞋底 无怨无悔的等待一年只在寒暑假回家的老公 她粗糙地对待自己 好东西都让给长辈和丈夫 可是她的丈夫徐志摩 依旧理直气壮地婚外情 她不爱她 却不妨碍她让她再次怀孕 不过危险要求她去堕胎 阵阵有次地对她说 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 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公婆对她的认可仅限于觉得她是个好媳妇 听话并且能生孙子 她的兄弟们对她的照料 是准备一节火车箱都塞不下的嫁妆 她快了吗 她委屈吗 她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吗 没有人在意 她的奉献被当作习惯 善良被视为应该 牺牲被看作本分 后来她在德国读书 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中国第一个快时尚女装云上的创始人 她做的依旧是那些事 上校父母下父儿女 可是大家的评价突然就变了 一向看不起她的前夫说 她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 这两年来进步不少 独立的步子站得稳 思想却有通道 她的前公公婆婆 致意要求与她同住 他们把财产分成三份 依旧把她当成一个家庭成员对待 甚至她在前夫徐志摩飞机失事去世后 替她照料了失去收入来源的遗孀陆小曼 替她出了第一部完整的徐志摩全集 她还是那个她 世界却对她变了脸 生活很公允 可是生活同时也很势力 一个女人在别人心目中的分量 除了善良美丽这些自然因素 还有很多社会化的标签 有时候你是谁 比你做了什么还重要 甚至因为你有价值 你的善良牺牲奉献 甚至爱情才有价值 灵魂有香气 不仅仅是善良 更是让善良多一个选择的余地 对别人心存善意 也不委屈自己 当你感受不到同等的友好 有能力选择转身离去 苦逼得善良 不必要 也不需要 二 真爱自己 懂得让自己高兴 唐英是和陆小曼齐名的民国民远 但是 唐英远远没有那么多绯闻和坎坷 她恰到好处的感性和理性 让自己的生活和名声 都没有落上多少尘埃 她出身富裕 从小会钢琴 舞蹈和戏曲 她第一次婚姻并不如意 没关系 收拾心情 使得好自己 继续往前走 最终遇到一个情趣相投的伴侣 她再美也会变老 但是老了并不代表邋遢 她高高兴兴地带孙子们看戏 看电影 给他们做点心 据说 她炒的芹菜牛肉片 比饭馆还好吃 她83岁去世 晚年没有用过保姆 自己把一切打理得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这个老太太 当年一度是上海 风光无二的名媛啊 衣服多得像个博物馆 她在百乐门跳舞 祖坚飞旋中掉了舞鞋 当年的小豹 津津乐道这双金贵的鞋子 据说价值两百块大洋 可是 她真爱自己的方式 绝不仅仅是舍得为自己花钱 生活漫长 谁能一直顺遂 但是 别让这些不顺遂 全部风霜一样 刻在脸上 具备让自己 在不同环境下 都能开心的能力 富裕有富裕的过法 困顿有困顿的处理 你对生活板着脸 她也不会对你笑啊 你把一颗心 全放在丈夫 孩子 父母 工作上 也得给自己留点空间 即便奉献是好女人的必修课 但先把自己过好了 才有能力照顾好别人啊 我们不能活得本末倒置 忽视自己 关注别人 一颗心全掉在其他人 其他事上 灵魂有香气 是珍惜自己的付出 不畏不值得的人 人与世纠缠 即便暂时选错了职业 爱人 甚至生活方式 依旧有能力纠错 也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把自己当作珍宝 稍微自恋点 没关系 至少我们高兴啊 自己高兴啊 才能看到天空的蔚蓝 和大地的碧绿 不然眼前全是灰蒙蒙的 1933年 蝴蝶以21,334票 当选电影皇后 这是她人生的巅峰 她登上各种时尚杂志封面 她穿的旗袍 戴着首饰 一出街就是爆款 娱乐八卦 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把她的打扮 从头到脚做分析 甚至她的酒窝 都成了美女标配 但是她很清楚 总有掉下来的时候 她40多岁 依旧活跃在荧幕上 认真地演一些 与自己年龄身份相称的角色 绝不装愣 所以52岁 还拿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 她和丈夫一起经营 蝴蝶牌热水平 谁说大明星就放不下架子呢 她因为和戴丽的绯闻被非议 还有人说 她的丈夫潘友生 被戴丽主管的货运机查处 免费放行 大发行财 她也没有深思逆解 着急辩解 晚年才说 我并不太在乎 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 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 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 闹了近半个世纪 现在不都成情了吗 对于女人 比美丽更稀缺的是得体 话讲多了 自嘲的笑笑 把话题收回来 事做错了 光明正大道歉 迅速扭转 自己做主角 光彩照人 震得住眼前的场子 给别人当配角 不抢风头 搭好面前的梯子 知道什么年龄 什么时间 该做什么事 不会在年轻的时候 活得老气横秋 胜年时 畏首畏尾 更不会在脑年时 感伤颓废 反而成了长不大的孩子 多少女人 一辈子都在纠缠些 无畏的东西 灵魂有香气 是不扭巴不紧绷 与生活握手言和 不再为难自己和别人 找到宽紧适度 进退自如的手感 这就是得体 四 投资自己 更有眼见 女人对自己真正的投资 就是买两个包 几双鞋 一柜子衣服 这些是投资的一部分 但绝对不是全部 民国最特立独行的女子 吕碧成 受过最好的教育 做过袁世凯总统府女秘书 借助人脉做外貌 成为当时最成功的女商人 她怎么投资自己呢 当然 她也买衣服 她穿着那个时代极其罕见的大陆背 晚礼服 拖着长长的群居 踏上自己买的私家车 去舞场 一路侧目的眼神 她丝毫不在意 还有理有据 写了篇书母的文章登报 你们觉得正确的是 难道就是唯一的标准 我不觉得 唯有自己的底气和标准 她两都旅居国外 第一次自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研习美术进修英语 还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 把看到的美国各种情态发为国内 让中国人和她一起看世界 她住在纽约最好的酒店 房租昂贵 据说西方人下榻也不会超过七天 可她一住就是六个月 有能力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自己最好的 第二次 她周游法国 瑞士 意大利 奥地利 德国 英国 把建文写成欧美漫游录 发到北京的顺天时报 和上海的半月杂志连载 甚至她作为唯一受邀请的中国人 前往维也纳 参加万国保护动物大会 并登台演说 投资自己 实际上是投资自己的眼界 眼界宽广 生活才会变大 才能宽容自己和别人 都以不同的姿态成长 灵魂有香气 是了解世界的广阔 不把自己的困扰 情感 憋闷太当回事 生活是个特别大的多项选择 亲情 爱情 友情 事业 健康 爱好等等 都并不是唯一的答案 不要把自己活成只有一个支点的女人 5.完美女人是个神话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相对完美的人 但我同样相信 她们的完美来自后天诚恳的修炼 在时光的冷水里 默默萃取曾经的火爆和焦躁 变得光亮 有硬度 强度 也有韧度 我相信 有缺点的女性 更真实可爱 一个女人 灵魂有香气 并不因为她没有缺点 而是 她有一个 或者几个 独有而显著的优点 这些优点专属于她 无论她在岁月里蒙了多少灰尘 轻轻抖落 依旧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灵魂有香气 是独一无二的灵魂 和独一无二的香气 这是女人的辨识度 她们因为自己独特的优点 缺点 累点 痛点和草点 成为个性飞扬的自己 而不是面目模糊的别人 我深信 这样的我们不完美 却都是灵魂有香气的女子